りんごと恒例 好的! 媽媽 我們隨著BUBU 準備要上全美幼兒園了 快要開學了 對! YES! 要開學了! 哈哈哈 但是呢 我們其實非常擔心一件事情 我沒有很擔心 我們很擔心 我在擔心的是我們夫妻倆的英文程度 她的英文程度一定很快就會比我們好 我們那麼久沒有碰英文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們想太多啦 我自己的疑惑 我覺得也想要藉著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擔憂 然後聽聽大家的看法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發現這件事情 這就是事實擺在眼前 主要就是因為前幾天 這個臭小子突然跟莫莫講一句 我們沒聽懂的話 其實呢 她當下是想跟我們溝通她的想法 但是我們呢 大概覺得她只是 Dunkey 說一些火星語 我們當下沒有當一回事 就是學影片亂講一些有的沒有 但是她有時候是認真講 所以我們要認真聽 然後我們當下還在笑她說 她會講魚子Dunkey的英文 火星語之類的 到了後面呢 我就覺得奇怪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一直指自己的肚子Dunkey Du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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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講的不是很清楚 我們才發現說 欸不對 她應該是已經有影響到她自己了 所以她才會一直很堅持一直想要表達 結果最後呢 我們才發現 她想要表達的其實是這個 Stomach cake Stomach cake OK 她想要表達的是她的八豆天 但是我們聽不出來 陪陪珠 陪陪珠 他平常講的是別人 對 在之前呢 她還沒有學這麼多單字之前 她是講什麼her 什麼her 跟我們表達她哪裡 透或哪裡受傷 因為這種正確的說法 其實我們比較少會用到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反而她的英文單字量變多了 然後她可以講出一些我們不知道的 這個就會讓我有一點慌張 我把它摳到阿姨或是九九 但不行啊 因為主要是父母啊 相同的邏輯喔 未來這種事情 我覺得依照這種狀況 隨著這個BOOBOO的 英文程度越來越好 我覺得這種狀況越來越多 雖然呢 這種狀況真的在所難免 畢竟呢 我跟默默要用到英文的機率 現在也不高 依現在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要再拿什麼5000英文單字起來 背喔 我覺得 我們有沒有要考什麼全民音檢 感覺也不是太實際 我們的目標啦 只是希望在孩子學習的過程當中 可以有那種親子共學的感覺 就陪孩子一起進入那種 英文的世界去探索 所以呢 我們想要找一些 就比較靈活 比較生活化 然後沒有什麼課程壓力 同時間最重要的是 不用耗太多時間可以學習的方法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啦 就是之後可以跟孩子一起去 增進自己的英文程度 不只讓孩子能夠在全美的環境下 爸媽呢 也要盡力的去打造 生活美的環境 我覺得就是為了以防 像這個Stomachate的這個狀況 下次又來的我們措手不及 所以綜合以上的想法呢 我們又找到了一個我覺得 非常適合我們的學習平台 它是一對一教學平台 它叫做Camblin 第一個喔 就是它的平台操作其實一目瞭 就非常的簡單 然後呢 它的外資 來自世界各地 來自世界各地以外呢 他們的師資 有男生有女生 年輕年長的都有 它也有各種專業背景的老師 所以說呢 你的選擇其實會非常多樣化 很自由 那像我呢 當初一進到這個平台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點到那個老師 師資裡面呢 它就有很多他們的介紹 裡面呢 還有一些超級外師的標籤 整體平台裡面 大家用的這個評價 都給得非常好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像我們家是這種家庭定位 可以去找 感覺起來它有小孩的 像那種 跟外國的爸媽也可以做一些交流 因為呢 東方跟西方 其實在教育上的方式跟想法 有很多的不一樣 畢竟呢 接下來步步它可能去全美 在教育的方式上面 我相信他們應該也是會 比較偏西式的教育方式 所以也可以讓自己有一些心理的預想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 你也可以學到一些 不同的看法跟一些英文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個互動 而且你可能去買那些書 看字你可能看不下去 而且你可能看得懂他們 但是你不會念那也沒什麼用啊 那你還不就直接用講的 然後不會講的現在立馬查 還會有標準的發音給你 而且呢 我們每一次上課的課程結束以後 我們所有的通話記錄 聊天記錄 都可以看回放 所以如果你忘記的時候 你還可以複習一下 我在這邊呢 就放一段默默跟老師 雞同鴨講的記錄 為什麼要放我 怎麼不放你自己的 沒有沒有要放你的 沒有人想看我的啊 來來來來 開始開始開始 嗨 妳好嗎 嗨 妳好嗎 嗨 妳好嗎 很高興認識妳 我的名字是Ella 很高興認識妳 我的名字是Polla 妳有兩位女兒 對 妳有兩位女兒 妳有兩位女兒 對 四位和六位 我有一位女兒 是一位女兒 她是三歲 好可愛 她叫什麼名字 她叫BooBoo 但三歲 是一個可惡的 時刻 是可惡的 對 我明白什麼 妳說話 妳怎麼教妳的女兒 英語 或其他另一個語言 我的女兒 她是生產的英語 所以她在學校學習 她在學校學習 她在家裡 在家裡 在學校學習 她在學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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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用了很多 YouTube 很多影片 去看 去看 嘗試再重複 我認為妳的兒子 很棒 對 妳是個好媽 妳是個好媽 謝謝 OK 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整體 玩下來是蠻輕鬆的 我覺得CAMBERLY真的是蠻酷的 然後最酷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在後面找到了 原來CAMBERLY有另外一個 叫CAMBERLY Kids 我們就決定了 野狼夫婦去上一下 我們媽媽找小鮮肉 啊小鮮肉要找什麼 姐姐 漂亮姐姐 直接請漂亮姐姐 來幫她預習一下英文 No I know I I A E C Next Mom I C A Yes A O O A 而且呢她針對 不同年齡層的小孩 她也有不同的課程那種規劃 原本是想說 可以偷偷笑她 但是最後想不到就變成 給他一個自肥的機會 不管如何啦 其實在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讓他輕鬆的學習玩得開心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重要 好啦 基本上呢 我是覺得啦 學習語言喔 相信我們就是在台灣長大的 很多的Babby Mami 就是大部分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都是以死倍的風格居多 相對 就那種學習的過程 你不覺得有點枯燥乏味嗎 隨著這種我們年紀的增長 其實也沒有使用的環境下 我們自然就會選擇去淡忘或遠 那既然如此呢 我們都走過一輪了 我們當然不希望孩子 再走一次我們的老路 所以呢 讓孩子開心有趣的 自然的去學習這個英文 我覺得是 身為我們這個新一代父母 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對於我們新一代父母 都是一種挑戰 因為我們自己的教育過程 跟他們現在 可能接下來要去全美教育過程的 理念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自己也必須要一直去 用開放一點的心態 去接受不同角度 不同時代的教育方式 最近我很喜歡 我有看一部電影 我忘記是什麼 他有說了一句話 叫做如果呢 有些人不願意去突破自己的舒適圈 去學習 去體驗 那你每天還是一樣持續做著一樣的事情 過著一樣的生活 你卻渴望你自己 或者你的下一代 人生可以有所轉變 或者是有所突破 這種想法 其實是有點奇怪的 因為你自己都不願意突破 你自己也不願意去做出改變 你每天都過一模一樣的方式 或者是我們以前受過的教育 我們又一模一樣的在教育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你卻希望未來他的生活 他的體驗 他的人生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其實這個是有點難的 要跳出這個框框 其實還是得靠我們帶著孩子 他才會一起跳出這個框框 去體驗 去感受這個世界 去改變自己 很多我們過去上一輩或這一輩 小時候學到的這些東西 最後呢 這邊也有幫大家 跟Cambly爭取到了優惠 Cambly Kids也有 好的那首先呢 就是Cambly Kids的部分喔 只要輸入下方的這個優惠代碼 你就可以以1美元上30分鐘的 兒童視聽課程 它是一折喔 那說到長輩呢 其實家長自己想要學習的話 也可以到這個Cambly 你也想要去聊聊天 一起學習英文的話呢 我們在Cambly的部分 也有幫大家爭取到的優惠 一樣的只要輸入下方這一個推薦碼 你就可以免費使用15分鐘 價值10美元一節的外師一對一課程 而且呢 還可以享受首月8折的優惠 然後我們上片的這個 727到8月2號 還會有6折左右的全年優惠折扣 WOW 但是這只有幾天而已 所以大家要把握時間 所以說呢 我們會把相關的資訊 跟連結啊 推薦碼都放在下方說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是一個比較生活化 可以輕鬆學英文的方法 因為平常你要跟外國人 到一對一聊天是很難處 除非你自己本身有外國人的朋友 我覺得就是多一個機會 對啊 好啦 那接下來咧 BUBU真的就要上學了 其實我是蠻緊張的啦 BUBU去上學那天 我是一定會拍 只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會不會控制不住我的情緒 好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跟我們一個讚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第一次英文被你小孩搬倒的時候 你的心境是怎樣 應該會受錯吧 好 那最後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影片到Facebook開啟 還有魔神復竟 還有我藍哥是TOMA 訂閱起來 今天我們要挑戰10萬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怎麼樣 妳說妳的英文怎麼樣 英文我有念莎士比亞 哇 莎士比亞欸 我只知道黑松莎士 我不知道什麼是莎士比亞 我知道沙龍帕斯 沒有喝氣 哈哈